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米女士 谢谢大家 三号评委 前世峰 民营企业家 大家好 我请代表我们业界的几个好朋友 马云 王健林 李嘉诚 预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能不能严肃点 接下来龙冲的介绍 四号评委 该评委是劳动者的代表 被誉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古典美女 大米粒 闪亮登场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呀 哎呦 哎呦 他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精鹅你啊 不是美女 不是人 我话说有点意义 说谁女儿像师哥呢 有这么粗的师哥吗 这就是个盲 什么盲 盲 对对对 盲 盲师哥 好了 四位评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严肃一点 好 来来来来 爸 电话邻居们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本次大赛 夺标大热门 二米粒女士 闪亮登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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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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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非常可能要获得冠军 为什么 因为你参加的是中老年组 哦 你的对手就是妈这个级别的 连你大姐这个档次都没有 好 但是大姐夫 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 因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中国大妈已经成为世界品牌了 我绝对不能轻散 对 好的 非常好 接下来是选手自我介绍 开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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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二米粒 嗯 我 我今天能 我能得这个冠军吧 我心里特别的激动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夫 我的老公 金冠加多宝 哎哎哎哎哎 你干啥呢 你还 什么三十三 你还没比赛呢 还没拿冠军呢 你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呢 哦对啊 我还没得冠冠军呢 对啊你还没得呢 对不起 我说我有点太自信了 啊 不是 我有点太紧张了 太紧张 别紧张 放松 那不可能啊 哈哈哈哈 但是我看这孩子的强管着 长着有点像我 那个 这宣估在这像我呢 这 看着来了啊 像我哥 当年我从河里把我哥老上来 呢 他也是这么哭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我看看可以 colored thou 可以 可以 配 티 老头 不认识他 小三 三啊 哎呀 半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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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太尴尬了 不尴尬 更尴尬 你晓得这一晃 多少年不上我家来了 我是半熟 你得听我记 也是啊 你说你这不搬新家了吗 嘎子罐也不用我往上扛了 没球也不用我摆了 米和面也不用我往上抬了 我来多给你添麻 你就是给我家干活的啊 别来这套 你就是不想你犯书了 你看 我这不来了吗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对吧 给沏点茶 哦 沏茶沏茶 对 沏香里有西瓜 你没事抱这么个玩意 干什么 你干啥呢 你这是什么呀我 啊 怎么了 你这个孩子干啥呀 孩子 没摔坏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吧 没事 哎哎 不对 这事不怨我 我跟你说啊 你小子你小子不像话 咱们俩好不好 咱们爷们这个关系 你娶媳妇生孩子 你都不告诉我 你这半祖 我这样谁嫁我呀 我说你这么胡说吗 你又没娶媳妇的孩子 谁给你生的呀 我二姐生的啊 你二姐给你生 我说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说范淑今儿还没听明白呢 今天他俩孩子嘛 约我过来喝喜酒来了 他 这孩子他生的 范淑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来哥你过来来来来 啊哎事事事 哥你对我是真好 是吧 你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连你老丈人都没告诉你 你想告诉我对我 啊 啊 啊 你生啊 亲哥呀 啊 哎呀对咱俩的关系是 朋友的情意呀 比天还高 比地还辽阔 你一十八分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完了吗哎 你老老钱呢 我请不定好像饭来 哎呀哎 哎哎 哎呀 你可使真大心 哎呀 来来来来坐着坐着 哎呀不好意思你爱啥 你手轻点啊 呀 什么不好意思吗 哎呀 你啥不好 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年是个老母恩 那家伙沒日没夜拼命干 最后浪着颈锁病了 还是黄医生天天到生产医院给你按摩 对不对 别过去你事儿就别提了 没过去 永远都过不去了 我现在经常做梦啊 梦见当年的黄大夫 乌溜溜的眼睛 白白的脸 小小的药片 大针管啊 爸 你能不能矜持点啊 你隔壁王叔不在 我矜持啥呀 我矜持 你可有机会了 你这搂不住了呢 我不是搂不住 我儿子 当年那么好的机会 被我这脸皮薄的毛病 给错过了 对对对 今天我说什么 不能让这个事再吐了皮肉 再说我不给你按了 行行 咱不说了不说了 说点正事 大妹子 这样 你给咱孙子起个名字呗 咱孙子 对不对吗 你的孙子咋成咱孙子了 行行 就算是我孙子 你帮他给起个名字 我哪会起名啊 不行不行 这活我不能干 你有啥不能干的 说不定 我孙子懂事那天 咱们就成一家人了 他叫我爷 叫你奶 咱们吃饭在一个锅里拐 我叫你生亲爱的 你轻轻挫了我一下后脑勺 说 瞧你那孙子 孙子 哎呀 我特9 你赶紧给这孩子起个名吧 要不然这二老啊 他今天都过不去 我真不会起名 你看 我真不会 谁说你不会 这屋里一共无人 输你是最有王话了 我决定了 这个坚决的任务就落在你身上 你今天起什么名字 咱就叫什么名字 黄姨就说了算了 我哪会起名啊 你说 我就觉得我自个这名挺好 娟啊 要不你似乎叫 钱娟娟 我的妈 这名可不行啊 这起来容易激眼呢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个我发钱这个名不好听 好听 我活的那次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名字 你 不是 你儿子挣着点钱可都捐出去了 捐出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不好的 好生活离不开钱 但是它不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日子过好了 把多余的钱 捐给那些需要绑住的人 不挺好吗 有这么一对夫妻 两个人共同创业 成立了一个公司 男的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女的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我叫你一口气 我叫你给你 女生 你怎么这么一口就 你得干吗 是 女生 这一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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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房传认识 我是从中国商业说的 这是一个是原创造的 是原创造的 是原创造的 我们的房传认识 这么个是访识的 是一直在这儿 在这儿也迟之意恒 发挥一直很稳定 所以她说了一次真话 她老婆都不太相信了 那你说这两口子 是咋过这些年呢 是 阿弥 你这个问题 问得太高级了 因为这个老板的身后 有一个忠厚善良的大爷 等会儿 他还有个大爷呢 滚一边去 这里边没你是不是 没我事 这个老板 每次惹了祸了 就给他大爷挖坑 一年365天 他天天挖坑 他这个大爷 就忠厚老实地往里跳 跳啊 一年365天 天天跳 发挥一直非常的稳定 解放邻居们记住了 你要想成功 身后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大爷 听见没 大姐夫 光有大爷了 哪敢人呢 泪典马上就来了 当这个老板 把这个蛋糕 亲手送到那个女员工的手上的时候 说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女员工 她万万没有想到 她激动了 眼泪 瞬间充满了眼睛 她看着这个蛋糕 低下头 然后慢慢抬起头 吵起了三线 然后大声地说 谢谢大家 我会好好努力工作的 来 后来 帮我 是的 他